在意識方面 以前是很多歪理 令到有些人以為 那是一個合理的現象 例如所謂的違法達義 所謂的暴力 有時候可以解決問題 所謂有刑事記錄 生活更加多姿多財 新任政務司司長 李家超今早在商台節目中指 香港以往在意識上出現了很多歪理 他認為政府可以怎樣扭轉局面 這些歪理 某個程度覺得 政府的宣傳工具達不到我們的預期 令到歪理成何 自由等於無法無天 我的自由就是絕對自由 他人的自由我不考慮 對人的尊重不需要 我認為對就做 這些歪理在19年開始是氾濫 但之前這種思想 都在社會一定存在了一段時間 那時候的意識 以為這一種是對 我們要撥亂反證 扭轉過來 那些荒誕無稽 有些是歹毒的 那我們是不是要矯正 我們將錯誤是對 撥亂反證的工作 還包括落實愛國者治港 有消息指 超過200名區議員將會因為 不符合效忠宣誓的要求 會被取消區議員資格 李家超雖然沒有證實消息 但強調是按照法律處理 又相信常人都可以解讀到 何謂不真誠擁護和效忠的行為 我們在修訂了法例之後 要求區議員宣誓 其實區議員在參選的時候 他也表明自己會效忠特區和擁護基本法 如果某一位議員 他是符合宣誓所要求的效忠和擁護 這兩個條件 他是不受影響的 但如果他真的不符合效忠和忠誠 那即是說他不符合基本法 當然法律上他不可以繼續做區議員 這個我們都是依犯辦事 適宜和通則條例 即是我們香港法律第一章 其實是說了什麼是正面的行為 是可以表示你是符合忠誠和效忠 第三AA條第三段就說明 任何人宣揚港獨 例如你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香港特派行政區的主權等等 譬如你又要求別人去制裁香港 這些不屬於對香港整體利益有利的你去做 這裏的清單裏面說了一些這樣的情況 但也都當然不限於這個情況 很多時我會覺得是一個常人 都會根據某一個行為都會解讀為 它是不符合效忠和擁護的條件